《扶貧智庫》在201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又回到力清Sir接觸的時間 我們今天會繼續接海洋生物 這幾集接紙的步驟好像都開始變回複雜一些 大家小心看著 如果看不明白的話 都是停一停畫面 你接了才繼續下一個步驟就可以了 我們今天會接一個這樣的東西 背殼 可能大家要去一些賣背殼的地方 或者一些標本的地方才會見到這種背殼 或者百科傳書才會見到這種背殼 因為這種背殼好像香港不是那麼容易撿得到 這個好像很多角 好像很複雜 但其實都是一張紙可以做得到 首先一張紙 我們很久沒有做了 就是Bird Base 摺殼的基本形狀 我們首先將一張紙對摺 做這個十字架 一個十字 然後攤開再對摺 顏色那邊向上 接著我們先接斜線 大斜線 又是 每一個步驟 你的角、線都要對得很準 每一條線要接得很深入 對,很深入 唉唷,我們滑了 好了,兩張紙太滑了 好了,接著我們又是 再摺一次 好,刮一刮它 好了,很漂亮 一個米字 接著我們打開一張紙 拿著這兩個位置 就摺一摺它 就一個細的四方形 一個細的四方形 接著我們就摺殼的基本形狀 基本都已經很形狀 這樣,摺尖這個位置 兩邊摺過去 大家可能很熟悉 因為摺殼的基本步驟 大家已經摺過很多次了 好了 也是,盡量摺靚它 每一個步驟 就算在很開頭的步驟之中 每一個角落頭都要對得最尖 每條線都對得最準 我們打開它 然後就 把旁邊的線 就跟剛才摺的位置摺進去 很快就可以摺到一個紙殼的基本形狀 這邊又是 打開這樣摺進去 做快一點,沒所謂 好了 好 這次會有特別之處的 就是我們先揭一頁過去 揭一頁過去 揭一頁過去 然後我們將這一條 這一條 摺上來打開它 摺上來 我們要一條橫線 然後我們將上面 上面這個細的位置 摺進去剛才的線 這個我們因為一會兒要摺進去 所以我們要刮緊一點 刮緊一點 這個位置 很緊 好 我說要摺進去怎樣摺呢 就是 將它打開 然後我們就 這邊是三條 這邊是一個 我們用回照剛才的接痕 摺進去 這個步驟 其實好像很難 但是你的線 如果摺得好的話 夠實淨 你就應該很容易摺得到 老老實實 每一邊跟著那條線 這樣就可以了 好了 然後慢慢把它整理 不要讓那些線在裡面 亂了 好了 跟回所有線 好了 你就可以很漂亮地完成這個 這個叫做 Open Sink 好 摺進去之後 摺進去之後 我們就 第一頁 揭起 第一頁揭起 就是 這樣摺上來 這樣摺上來 這個位置對著哪裏呢 就是這條線 要對著這條線 對著扁的那條線 才摺進去那條線 然後摺上來之後 我們就把這一頁拉開 拉開 然後 就是打開上面那個 打開上面那頁 是的 打開上面那頁 大概是這樣的 現在 跟著我們下來之後 我們就把這一頁 又是這一頁 摺進去那一邊 剛才是這一邊 現在是那一邊 這樣摺上來 是的 好了 好 然後 這個位置怎樣摺進去呢 這個位置 就是這裡摺進去的角 然後 這一條線 剛剛去到中間 盡頭的這個位置 不會再多了 跟著 又是一樣 把下面的紙 摺出來少少 把它這樣拉上來 是的 就是這樣的樣子 然後打下來 摺下來 然後我們要做的一件事 就是把這個位置摺上去 同一時間我們就要按住這個中間線 按住這個中間線 按住這個中間線 摺上來的步驟之中 就會跟著這兩條斜線 這兩條斜線 這兩條斜線 好了 就會形成一個 這樣的形狀 是的 這樣的形狀 將這個 中間這個尖出來 上面就跟著兩條斜線 這樣 我們將它左右摺一摺 那條線 是的 接著我們就做一件事 就是摺這條中間 摺這條線 摺這條線 這裡是有一條線 我們摺上來 好像其實有一次揭書 揭了上來就對了 這裡就會 拉開了 我們就把它 中線對回中線 這樣按扁 好了 去到這個位 去到這個位 背殼上面的角 現在就是摺的了 我們這一頁可以揭開 這一頁可以揭開 我們就對這兩個角落頭 拉到盡 這樣摺過來 摺扁它 好了 好了 現在就是一邊白色 一邊黃色 一個四方形 其實 我們就 把它摺下來 然後 然後我們要留意這個位 就是 這個角落頭 這個角落頭 我們拿著這個位 拿著這個位 然後 就 這樣摺下來 是的 這個位 這樣摺下來 然後這樣摺 按住中間線 去到這個位 是的 這樣 是的 就是這樣 再做一次 這個位 這樣摺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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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要把這個東西摺上去 摺上去 摺上去 因為下一個步驟 我們是這樣摺過來的 我們摺上去的時候 就同一時間摺過去 在這個時候 上面這個位 我們就要 這樣摺過來 對著大家 這樣摺過來 對著 這樣摺過來 對著 這樣摺過來 好了 摺好這個位 我們就把這個摺上去 然後 這個位也是一樣 大同小異 又是要這樣對著角落頭 摺過來 我們就會形成一個情況 就是這裡會有很多葉 這裡會有很多葉 這裡會有很多葉 我們每一個這樣的小葉 都好像剛才摺紙 學基本形 這樣 就將它的角摺尖 摺回去 全部都是覆回一半的角度 將它全部摺下去 我們背殼的角就是這樣摺成的 很多個分枝差出來的角 這個位也是 我們很快就會摺完 因為有一些部分 本身已經有摺痕在這裡 我們跟回摺痕就可以了 好了 我們就搞定一邊的角 然後我們這邊 其實跟剛才的第一次做的 是沒有什麼分別的 又是 將它摺上去 然後大家看著 因為我們摺第二次 其實沒有什麼分別的 我們第一個步驟就是 將這一頁摺上來 又是 照著這條邊做標準的摺上去 好了 摺了之後 我們就 揭開這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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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面 拉開了這樣 然後 然後 沒有什麼問題 跟剛才的一樣 我們揭開 然後 這裡就有一點點分別 為什麼呢 因為 這樣的時候 我們也是一樣 把這條邊摺過來 這條邊摺 這樣摺 這裡就會有分別 因為 這個位置 我們現在是拉不開的 我們就要有一點點變通 我們拿了這個摺痕之後 我們就 按下來 然後 就好像剛才這樣做 又是 按了中間這條線之後 我們就接這三條 這條橫線 和這兩條斜線 這樣摺了上來 這樣 就會形成左右不對稱 一邊就已經拉了那一頁出來 另一邊就未拉 要摺到這個位置才可以拉 因為剛才拉的話 是拉不到的 會爛的 摺到這個位置 這裡就會鬆了 就可以拉了 我們一樣照剛才的位置 但這個位置有一點點不同 因為那邊 這邊就已經比原本那些 剛才摺的角鎖緊了 就是這樣 接下來做的事 跟剛才沒有什麼分別 又是 這個摺上來的時候 剛才也做過這個步驟 就形成這樣 然後就揭過來 又是跟剛才沒有什麼分別 這邊兩邊角 揭過來 如果剛才你已經做了一邊的話 我這邊就不用說得太過詳盡 因為剛才是一樣的 好了 好 一邊黃色一邊白色 跟剛才沒有分別 好了 然後呢 我們也是一樣 把這個 拉起的角 然後對下面的角 和上高的角 就是這樣摺下去 有時候我要對著鏡頭來摺 那我就不太習慣 但沒有什麼所謂 好了 我們做到這個樣子 做到這個樣子 又是 不知道拍不拍得清楚 一樣 又是將它 整份東西摺上來的時候 我們也是要把它揭過來 這一頁要揭過來 這一頁要揭過來 那我們就揭過來的同時 上面就要摺好那個位 這一邊 這一邊我們摺中間一條這樣的線 然後摺過去 上面那個就揭上去 對了 去到這裡 又是一樣 再揭多一次 再做多一次同一樣的東西 又是按住這個位置 中間就會 製造了一條線 接了一條線 然後就將這一頁覆蓋過來 好 去到這裡 又是我們會有很多小的頁 的頁在中間 的頁在中間 是的 又是我們每一個小頁 都好像摺紙殼一樣 摺了一半的角落頭 去摺尖它 每個角落頭都是 去到這裡 可能你們那張紙已經會很厚 其實沒有什麼所謂 因為每一個小頁 其實都是薄的 所以我們可以 給一些耐性 分開 逐頁逐頁處理 應該沒有什麼問題 不會說你厚到你摺不到那種 是的 又是 其實這個可以很快做到 因為它每一頁 都已經有一些接線在這裡 所以你跟回那個接線做就會快很多 好的 好了 所有角落頭都摺了 所有角落都摺了 所有角落都摺了 是的 我們可以看看 現在是有這麼多角落的 是的 一會兒 那個背殼就是有這麼多角落 這裡我們就會做一個 比較難一點的步驟 比較難一點的步驟 大家小心看著 因為我們本來是這樣 我們現在就要把這一張紙摺上來 摺上來 摺上來 然後我們就會這樣摺 把上面那張紙 把上面這個大的尖角 摺起 然後摺下去 然後摺下去 那個中線就會碰到 下面的那條中線 打橫的那條中線 打直的那條中線就會碰到橫的那條中線 然後這邊 又是 這樣摺下來 是這樣的樣子 是的 那中間這裡就會這樣摺開了 是按不平的 是立體的 是的 那我們怎樣做呢 我們就要 我們就要這樣 把它按扁 我們拿中間這兩條 每一邊差不多是三條 每一邊 這邊有三條 這個是第四條 這邊又是三條 這個是第三條 我們把這兩邊最粗的兩個 就 反過來看 這樣按下去 我們要慢慢處理 把它按平 這個位置 按平 可以做得到很整齊 這樣 好了 按平了這個位置 然後我們就把左右兩邊 其他的角都慢慢按平 這裡可能會有些厚 好和有些叫做 吵架 但是你只要給一些 叫做耐性 還有你如果摺得幾次之後 你便會明白 怎樣可以將它 慢慢注意那個 疏和密的程度 你便可以做得很整齊 或者叫做 很有條理 對 這一邊也是 我們又是逐支角 慢慢按下去 按平 按成一個平面 這樣 這邊有四支角 那邊有三支角 注意那個疏密的程度 是平均的 是的 那個疏和密是平均的 是的 好了 那麼我們呢 按好所有角之後 按好所有角之後 大概是這樣 是的 好了 那麼我們就反轉一張紙 按一按它 那麼就會 最後就會比較好一些 還有 慢慢整理你那些 叫做角落頭 是的 因為你這樣按 可能有些地方已經被你弄得不太整齊 那麼我們慢慢按回去 那麼我們就一個太陽的樣子 是的 一個太陽的樣子 跟著我們就處理這個尖的角落頭 尖的角落 這一邊 這一條尖的尺 是的 那麼我們怎樣做呢 又是接右它 那麼接右它 兩邊 這裡有兩隻角 其實是連一張一筷子 那麼我們就把兩邊角都接尖 那麼拿哪個標準呢 拿這條線的標準 那麼於是乎 就會變成一個 接了一個三分二的角度 接了一個三分二的角度 那麼我們會接下去之後 還會有一些紙邊 那麼我們就又是跟著那個線 接上來 那麼就把那個 長的角就接右它 是的 那麼我們反轉這邊 又一樣 又一樣 是的 將那個角落頭跟著那條線 來接下去 接一次下去 然後又接一次上來 好了 其實去到這裡 我們的背殼已經接了一大半了 現在已經 又是了 每一個位置接右它 就跟著那條線 這樣 好了 去到這裡 差不多完成了 那麼我們呢 這個位置就做一些修正 這個邊呢 這個邊其實是多餘的 那麼我們就把它摺下來 跟著後面那條線 摺下來 上面這個位置 好了 摺下來之後 我們打開它 跟著那條線 摺進去這個位置 就有一個 又有一個袋子 我們就摺進去 做到 其實兩邊的斜度 是一樣的 兩邊的斜度 是一樣的 好了 跟著我們就形成那個背殼的部分 那 背殼的部分 首先呢 就把它摺起 摺起它 摺起它 是 這個三個人摺起它 然後呢 我們這邊有一條尖刺 我們就摺另一邊 我們把這個角落頭摺到中間 然後呢 我們就 用回這個線 用回這個線 就用回這個 剛才的那個環線 那個直線 摺下來 那麼 那 怎麼摺法呢 就是 這邊要黏著這個角 然後這邊要黏著這個角 然後這邊要黏著這個角 那麼我們就會摺回 相遇在中間那條直線那裡相遇 大概就是這樣的形狀 是的 這樣的形狀 再做一次就是 用回中間那條直線 兩邊角 是要相… 即是延長一條線出來 就跟中間那條直線相遇 是這樣的 是的 然後這邊呢 我們又摺回一點點上來 因為是凸了的會 好 好了 好 我們就是要這個位置做那個背殼的立體形狀 是的 那怎樣做呢 有一個簡單的方法 我們首先拿起它 那麼就是中間這個線 我們這樣拿著 拿著 手法是這樣的 拿著這個位置 然後呢 我們呢 就 把它 擺去這一邊 是的 擺去這一邊 是的 這樣擺去這一邊 是的 好 然後呢 我們就已經有一個立體的形狀 是的 這個位置是一個立體的形狀 是的 好像一隻種那樣 小小小似的一隻種那樣 然後呢 然後呢 我們就按緊緊它 是的 這個位置不能摺得很緊 但是我們可以按住它 然後呢 我們就做一個鎖 一個鎖 那怎樣做呢 我們 這樣反轉來摺 這樣反轉來摺 是的 反轉來摺 然後呢 這個位置再做一次 再反轉一次 那剛剛貼回那個位置 做一個45度角 那中間的點呢 就始終碰住 始終碰住 然後呢 再做 那它因為那條紙是挺長的 那我們呢 做得多少次呢 就做多少次 那呢 即是重複都是這個步驟 那令它呢 最後呢 就會自動鎖住了 是的 自動鎖住了 是的 OK 那它不會散了 不會散了 是的 永遠始終保持著這個立體的形狀 不會再散了 好了 接著呢 我們差不多去到最後的步驟 最後的步驟 就是呢 我們將每一個上面 背殼上面的每一個角 都將它 中間線摺一摺尖 它 將它形成一個立體的形狀 是的 每一個角落頭 我們摺尖了它之後 再將它輕微地捏到它彎曲了 這個技巧呢 我們很有用的 因為呢 很多種摺子呢 例如摺一些動物的爪 我們都會這樣做 是的 將它 摺尖了之後 上次烏龜的尾巴都是類似這樣 然後呢 屈一屈它 令它彎曲了 這樣 就會像那個背殼 原本的角落頭的形狀 是的 每一個角落頭都這樣做 這個 其實都是考耐性 其實技巧呢 就不是太難的 技巧上來說 是的 就看你的手指的力 還有那個耐性 是的 因為每一個角都要做一次 那這邊也是 這邊有三隻 做完這邊這三隻之後呢 好 做完這邊這三隻之後呢 好 原來這邊呢 做完… 剛才因為接尖了這個角呢 這邊就會再多一隻角出來的 我們這個時候呢 就將它摺尖上去 摺尖上去 兩邊都有四隻角了 變成了 我們將這個摺尖上去 簡簡單的摺尖上去 然後呢 一樣 將這個呢 又是摺尖它 弄到它彎曲 因為這種背殼呢 是真的存在 真的有這種背殼的 可能大家會看一些 海洋生物的圖鑑 就會見過的 那麼呢 它也是有很多角在上面 是彎曲的 是 向同一個方向彎曲的 那麼呢 最後這一個長次呢 都是一樣 我們呢 也是 在中間線上 摺一摺它 弄到它 尖上去 一個叫做 立體化 所以呢 是啦 大家不會覺得呢 它 完成品到最後呢 是 基本上完全是立體的 大家不會覺得呢 是 一個平面的樣子 是 全部摺好之後呢 我們最後 還有一個步驟 就是呢 它其實是一個背殼來的 那麼 我們這個位呢 其實套了下去呢 我們可以 其實 這裡有一頁呢 我們可以揭開它 整到它呢 形成一個叫做 拱起的形狀 真是 是一個 背殼的形狀 有一個立體空間在裡面的 那麼 是 這樣 拱起它 是 它真是一個 一個背殼的樣子 是的 那麼 到這個位呢 我們 整理一下 修正一下形狀 就完成這個叫做 是 長的背殼 是的 這個 這個都算挺漂亮的 一個摺紙的作品 你摺了的話 用來送給別人 別人都會覺得 哇 很驚訝 因為一張四角形 一張正方形的字 可以摺出這麼多的角 其實都是挺厲害的一個設計 我們今天的節目時間差不多 這個又比較難一些 大家給一些耐性慢慢看慢慢摺 希望大家都摺得到 我們下次節目時間再見 拜拜 公共出版服務主要服務非政府組織 公民社會組織、網民等等 將它們的書籍、刊物和博物等等發成電子書 令讀者可以隨時隨地利用iPad、iPhone 或者其他手提電子裝置觀看電子書內容 這個就是iRead 先回答 請問大家 為何 謝謝 是的 謝謝 Whew 請